小S出庭 灰漢護膚 雞排妹插花 甲連線 艺人小S的老公徐雅君 公共徐慶祥被控內線交易炒股案 小S昨天二度以證人身份出庭 面對記者質問 她沉默不答 快步上車離去 台北地院昨天傳喚 小S一家四口對職 小S全力護膚 與婆婆黃秀珍口徑一致 何怡婷決定將擇旗再開庭 倒是藝人雞排妹 昨天也來法院插花 穿低胸上衣 反記者 還要在場記者教她採訪 不过雞排妹沒有記者證 被擋在法院門外 又錯過小S進入法庭的採訪時機 表現真是有點拉扯 甚至甲連線過程中還被嗆聲 這次為什麼S姐要出庭呢 因為她的老公涉嫌內線交易 那她老公是否認內線交易的 但是法官有查出 他們在美國度假的時候 她的 S姐的老公的爸爸 有打電話給她 東新聞記者不是這麼好混的報導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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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